电商发展随着行动网路普及 社群连结互动 集装置革命三股力量的推进 让供应商面对的消费者 由本国居民扩大到跨境海外消费者 改变了消费市场的虚实通路销售占比 有鉴于此 中华民国经济部商业司 应国际经贸情势变化 在105年度核心工作 以跨境电商与多元通路资物流活动为重点 协助厂商能在国内外市场快速流通销售 及跨境流通可能面对的跨境障碍 及流通销售风险 看物流业能如何加持服务转型等 进行实物分享与研讨 会中邀请许多专家学者 及第一现场上参与讨论 东南国家的差别就是说 有些国家它因为岛屿很多 岛屿很多那个物流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其实全通路发展我个人研究的结果是 你如果没有知名度没有品牌 你要做全通路发展是很新的 几乎做不起来 放在境外的商品进口的时候缴纳 目前有综合税就是所谓电商的综合税 或者是什么 行游税 今年的4月8号之后 重新进行了一个税改 以零关税作为基础 在增值税17%的这个基础上 打7折 外加一个消费税 4月8号以后 一并税改成为15 30 60 3个档次 那这个行游税呢 适用于个人快捐包裹 以及什么 邮包 都是打行游税 海关他关心的是 你有没有逃漏税 或者是你有没有虚报不实 那商检是关心什么 商检是关心这个产品的品质 我们国人吃了有没有危害 或者这个东西使用起来 有没有它的安全性 其实全世界的海关 全世界的商检 注重的都是这两件事情 洗车呢 经过10年的自米的生产经验 经过很多的ISO 及HACCP的认可 我们有两个品项 通过CAS所认可的商品 目前就一支是好事多 在卖的洋葱牛肉 另外一支是姜烧猪肉的部分 大家有听过牛章叶 牛章叶茶叶 叶子的叶 用了12张检验报告去证明说 其实这牛章叶茶的有效成分 跟牛章汁贴近 可是它因为它是微量 但是它从生产到制造 要半年的时间 它没办法用传统的制茶流程 所以很麻烦很复杂 但是它的结果很不错 那我们今年在3月份 也在花东偏向128个国中小 推广校园种牛章树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目的不在于 种树这个动作 而是跟学校的环境教育 直接做结合 所以我们也教小朋友怎么 照顾这棵树 认识这棵树 为什么要种这棵树 以后的市场只有分中国跟非中国 中国现在蓬勃在发展跨境电商 全球它最完整 最接近的地方就在台湾 所以台湾可以把这个整个模式 而且它又本来就跨境 把整个模式复制好 从学校 产观学做好 计转这个东西就做不完了 中转不是只有货的中转 know how也是中转 model也是中转 经由第一线业者热烈的讨论 对于台湾电商未来走向 经济部商业师陈副师长表示 那我们这边着重的会 未来在东南亚我们会强调 生态链的建立 就像我今天上午讲的 所谓生态链里头 平台本身就会提供资讯 那个订购 采购 资讯 那另外还必须要有这个物流配送 还加上这个支付 就是所谓的金油搭配上去 所以这些整个环节 合起来我们称为生态链 那生态链建构呢 我们会透过我们另外有一个计划 叫做那个平台 到东南亚去的 这个所谓的国际跨境电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去协助 这两个面向我们都有做 包括从台湾出去 澳邦的这个物流的协助 另外就是到当地国去设平台 然后健身态链 这两个部分都有协助